換個焦點 中國政府近來對互聯網巨頭加大管制力度 當知今天再以反壟斷為理由 禁止通訊公司將兩大遊戲直播平台 也就是虎牙和鬥魚進行合併 同時中國也計畫修法 要求擁有超過百萬用戶個人信息的公司 在海外上市之前 必須向當局申報以進行網絡安全審查 種種的限制和要求 恐怕將會打擊更多中國公司 到海外上市的計畫 中國嚴打證券違法活動 資本市場風聲鶴唳 即滴滴出行被指控涉嫌違法使用用戶信息 被中國政府勒令下架後 當局持續收緊監管措施 防止互聯網巨頭一家賭大 自從去年騰訊撮合虎牙和鬥魚連姻後 市場對於這個合併案寄予厚望 兩家公司完成合併 只差中國官方點頭 然而中國市場監督管理局 今天以反壟斷為由 禁止騰訊提出的虎牙與鬥魚的合併案 震驚市場人士 根據了解 騰訊是虎牙最大的股東 擁有36.9%的股份 同時也擁有鬥魚超過三分之一的股份 這兩家公司在中國直播市場的份額 更合計超過七成 合併之後 預計將成為中國最大的直播平台 影響力非同小可 不過市場監管總局認為 這兩家公司合併將強化騰訊在直播市場的支配地位 不利於市場公平競爭 所以禁止騰訊合併申請 此外中國國家網信辦也對外徵求意見 計畫修訂網絡安全審查辦法規定掌握超過一百戶用戶個人信息的公司赴海外上市 必須通過網絡安全審查以免有重要數據被國外政府控制 進而影響國家安全 外界分析中國一連串嚴打互聯網公司的行動 主要是為了防止美國政府掌握中國的重要數據 但在中美攻防戰中夾在兩牆之間的中國公司 已儼然成為賈心炳 未來恐怕將打擊中國公司到美國上市的意願 中美攻堯